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454集 逐出帐外 徐小姐在说谁呀 林婉容向四周打量一下 只见众人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 同情的幸灾乐祸的各种各样的眼神不一而足 那位三十来岁的年轻将军看着林婉容淡笑不语 那个 徐小姐 不是在说我吧 林婉容打了个哈哈 浑然不当回事 徐志情眼瞼低垂 淡淡言道 元帅 此营仗中都是我看湖大军的统帅将领 皆可信赖 唯有这新来的一人除外 他不配腰刀 不穿兵甲 在我军营中既无实职 又无实名 眼下 我们正商量抗敌大计 为保守秘密 还是应当将无官人等请出去为好 徐小姐一个大帽子盖下来还真叫林婉容没话说 眼下他身挂的是朝廷的一个贤职 在军中虽有威望 却无职位 说他不相干 一点不假 李太哈哈笑了两声 哈哈 侄儿的意思本帅明白了 四林三这种人才请都请不来 怎可虚晃贤智 我早已向皇上请了圣旨 你委任他为我大军的右路先锋 麾下侠不齐神机三营 共计六万余人 诸位可有异议 李太此言一出 掌中诸位将领都有些吃惊 林三在山东打了胜仗不假 可是那白连教怎可与凶悍的突厥人相提并论呢 林三剿匪或许有一套 但对于胡人交战 他却一点经验都没有 一上来就将右路先锋的位置交于他 这合适吗 元帅 宗才认为此举有待商榷 那年轻的将军迟疑了一下 缓缓开口 林大人虽然声名在外 在山东也立有赫赫战功 但胡人不是白连教 其凶残狡诈与白连教不可同日而语 右路乃是我大军的一把尖刀利刃 尽需开拓 退避防御 须得对胡人战法了解透彻 在此方面 林大人经验尚缺 宗才议为 先请林大人做个右路先锋官的副参谋将军 来日有了战功 在家着生不迟 这位年轻将领说的有些道理 林三带兵剿灭白连 在外人看来是大功齐功 但在这些常年与胡人交战的边关将领看来 则不值一提 林婉容听得吐血 上次在山东 徐位就请我当个参谋将军 这次更好 这位老兄还要在我前面加上个副字 正所谓参谋不带长 放屁都不详 当不当右路先锋官 我无所谓 但也别以为我林某人来此是吃闲饭的呀 好在他生性洒脱 受别人白眼惯了 黑黑笑了两声 也不怎么在意 林三的经历确实难以服众 掌中大多数将领都是赞成这位宗裁将军的意见 李太望着左手一个红脸大汉道 左丘啊 你是左路军统帅 你且说说看吧 这左丘身材魁梧 似寻年纪成熟老练 闻听李太叫自己的名字 闻闻一抱全道 末将追随大帅多年 元帅的眼光从未错过 林兄弟必然有真本事 才叫大帅如此看重 但是宗裁老弟的话也有道理 林兄弟年纪轻轻 一来就做了右路统帅 若不拿出些真本事 叫兄弟们看清 大帅为难不说 就是林兄弟自己 怕也心里不安稳 难得打好仗 大军之中说什么都无意 凭的是真本事 左某是个鲁人 说话粗质 还请林兄莫过 这左丘倒是个帅性子 说话耿直 林婉容善于搞阴谋诡计 对左丘这样的人 却是自心眼里喜欢 拉住他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左大哥说的哪里话 什么见怪不见怪的 我即使站在了这里 那就是把姓庙托付给了各位 若叫左大哥区区几句耿直话呛住了 不消你说 我他妈自己撒泡尿淹死自己得了 这人倒是狡猾 到了什么山头就说什么话 徐芷晴翘脸烟红 心中暗骂了一声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 这几句话虽是粗俗 却正对众将领的脾胃 军中苦闷 粗言粗语 便是诸将士的调料 见着新来的林将军如此上道 大家对他隔阂见除 引有亲切之感 李太笑了一阵对徐志情道 侄儿啊 你是我数十万大军的智囊 这幼鹿统帅 你有何看法呀 徐小姐秀眉微扬 看林婉容一眼 这新来之人 在与活人作战方面的确欠缺经验 不过我也听说 他小聪明小手段还是不少的 沿下大军出发在即 右路先锋官却一直悬而未决 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选 不如将就一下 命他 袁帅 徐小姐 那叫宗才的将军忽然神色一正 抱拳打断徐志情的话 末将于宗才斗胆请命 愿领右路大军雨敌血战 请袁帅与小姐言准 徐志情轻殴了一身 撇撇林三没有说话 弄了半天 林婉容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这位叫于宗才的将军心怀高远 是想拉下林三 自己当右路统帅 看着于将军年纪不大 英气勃勃 相貌堂堂 也不知本事怎么样 可别是个绣花枕头啊 林婉容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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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是将门世家 又是左路副统领 无意兵法皆是出色 这右路先锋官 本帅也的确曾考虑过你 李泰点头一笑 又对林婉容道 林三儿呢 带兵友方三军效命 头脑更是灵活 素有奇谋 你二人各有长处 却叫本帅好生为难了 他沉吟半赏 对徐止情笑道 既如此 侄儿你便出个考题考他二人吧 叫帐中诸位都做个评判 谁答得好 便由谁做右路先锋 这个方法好 凭真本是敬竹 诸人做评判公平公正 众将点头赞同 还是不要了吧 林婉容谦虚笑道 对于带兵打仗 我本来就不是专长 也没想过要做什么右路先锋 从前在山东的时候 我带的是粮草兵 此次北上 给我几个火头军 我就知足了 众人哈哈大笑 有几个心细的 却是听出了不同的异味 只说林三儿打白莲 较简单 却没想过他是以护送粮草的老弱残兵为班底取胜 这样的大胜就非同寻常了 看似无心的一眼 却是给众人提了个醒 左丘赞赏的看他一眼 推辞个什么 做人若无自信 怎可让别人放心将性命交付于你 徐止情微微一哼 也不知是说给谁听 李太虎目扫了他一眼 徐止情忙低下头去 脸色生韵 指啊 你想出个考量的办法没有 李太微笑道 徐小姐沉吟一会儿缓缓点头 也说不上考量 只是我这几日 沙场眼灵还有一些困惑 想与诸位将军商讨一番 元帅 于大哥 诸位大哥 还有那位新来的将军 请随我来 那位新来的将军 这是个什么称呼啊 林婉容苦笑不得 徐止情这丫头就是故意与我为难呀 见他闷闷不乐的行在众人身后 李太落后了几步 拍拍他肩膀 林三啊 指儿这是怎么了 去山东之时 你们不是相处甚欢吗 老将军 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有老婆的 林婉容贼贼一笑 李太大怒 在他头上拍了一下 胡扯什么蛋 你有没有老婆 关指儿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 她便是我亲闺女 要是你敢欺负她 我就升帅赢把你绊 您正在收听着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这老头白发苍苍不怒自威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无数的风霜 却总有股倔倔的不服输的劲头 叫人心折 这样终止耿正的人才是大华的铁骨脊梁 林婉容是真心敬他 挨他两下却心生亲戚 老将军 有一件事我想和你商量 关于利物灵 这小子找你当说客来了 李太无奈一笑 眼中却有一股浓浓的期望与骄傲 不是当说客 林婉容神色正经 我只是在想 怎样的李武灵 才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 一个太平侯爷 还是千古名家 老将军 你想过没有 李太眼神一闪 这一句话仿佛正中他心底 他沉默良久 苦笑道 这小子倒是会挑个人 叫你做说客可谓天下无双 只要你说服了纸 便叫他去吧 我也管不住他了 李太缓缓前行了几步 忽悠停住脚步神色木然苍老 林三儿啊 你一定要把他练出来 便是战死了 也不能辱了我李家的名声 李太背影渐行渐远 林婉容愣了愣神 忽然意识到自己 接下了一个烫手的山羽 小李子不出事还好 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凭李太世代忠良的名声 他林某人就要成为 大华千夫所指 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妈的赏了这小子的当了 他狠狠地骂了一声 念上徐芷晴等人的步伐时 众将领早已停下了 立在搭建的城楼之上 向下面瞭望 远处烟尘滚滚 不齐厮杀甚是激励 领头的正是许镇带领的骑兵 约马有五千之重 马蹄急腾声势浩大 用作步兵防御的 却有几只人马 原本结成的同样的阵型 甚是骑整 被许镇一个骑兵冲锋 却是瞬间散乱了起来 唯有其中一路阵型稳固 与许镇的骑兵 即站在了一起 众人看得清楚明白 那唯一坚持的一路 正是杜修园带领的步阵 许镇和杜修园 都是林婉容带出来的 诸人忍不住地吃惊 徐芷晴叹了一声 诸位请看 这步营战争 我早已演练了无数遍 将士们也都谨记在心 各个刻苦练习 只是这个实战效果 却叫人难以满意 于宗才仔细观望良久 才小心翼翼地开口 徐小姐 兄弟们对这战阵之法 也是精手了 方位步伐都踏得不错 只是队形变换移动之时 却总是顾此失彼 前后失调 这才叫对方骑兵 有了可乘之计 于大哥说的极对 徐小姐点头赞了一声 于宗才脸色欣喜 偷偷打量了徐芷晴一眼 又装作不经意地偏过头去 这位新来的将军 你有何见解啊 见林三久不言语 徐志晴开口发问 神色淡然 左丘等人心里明白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林宛容对什么不赢阵型变换 一知半解 看了半天只瞧出一个问题 他忽然笑起来 徐小姐 这满地都是练步兵骑兵 为何不练驾踢工程啊 一语济出满座皆经 连李太也恶然无语 这林三真是无知的可以 与胡人交战 一望无际的草原沙漠 到哪里去工程啊 练步兵骑兵 都是针对突厥人而设 演练工程做什么呀 这人说话怎么不着边际呢 徐小姐又气又恼 见他站在自己身边摇头晃脑 恨不得一脚将他踢下城池 犹豫了一下 终是没有瞎手 徐小姐怒目直瞪林三 于宗才欣喜不已 笑道 林将军大概是没有去过边关 塞外一望无际的沙漠草原 满目荒蚓 胡人马背上出声 平时居住在帐篷里 随住随走 我们哪有城池可以攻取啊 不取城池就不演攻城了吗 林婉容笑道 徐小姐 你不觉得你的阵型里 少了些什么吗 这人遇到正事 倒是没说过谎 徐志清心里一惊 少了什么 百人千人演练的阵型 你却少了一样 最致命的东西 叫做协调与信任 林婉容微微一笑 对李太道 请袁帅传杜修元 再带上二十个兄弟过来 协调与信任 这两个词倒是不难理解 诸人沉思一阵 联想到林三提起的 演练功成之事 顿时有了些眉目 见过大帅 见过林将军 杜修元脸上满是尘土与灰字 神色却极是兴奋 后面跟着数十人 都是林婉容在山东带过的老兵 杜德哥 我教过你们的那个拓展训练法 你们还在练习吗 林婉容微笑问道 杜修元急忙点头 那是自然 不瞒将军说 平时兄弟们演练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你提倡的拓展训练了 好 林婉容笑了笑 那就先架个云梯 叫诸位大哥瞧瞧 什么拓展训练 什么云梯 众人听的云里雾里 杜修元带来的几人 都是空手而来 何来云梯呀 得定 杜修元神色一正 大手即挥 架梯 说时吃那时快 杜修元身后的数十人 急奔到城下 两人一组伸出双手 搭在一起蹲在地上 第三人急步跃起 踩住那两人手腕 两个三人组迅速靠近 一起下蹲 又有一人急冲而上 踩住顶上二人手腕 如此便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最下面是四人 中间是两人 顶上是一人 七名将士猛的一声大吼 将手腕同时上台 最上面一人 抖得掌高 击打两仗 伸手便可触摸着临时搭起的城墙 原来是这样的云梯 众将接近 这便如气塔 每人都要干做一块砖 如此协调统一 再去演练的队形 想不成功也难 徐止情看了林三一眼 只见他神色淡然 不言不孝 似是习以为常 杜修元点点头 呼的大喝一声 注意了 帅 叫人难以相信的一幕出现了 闻听杜修元口令 金字塔最上面一名军士 面无巨色 竟直挺挺挺地往后面躺去 身形腾空 转眼就要落下 诸位将军大惊 还未来得及叫喊 后排飞速插上八名军士 齐齐伸出双手 打成桥梁 轻巧而又自然地接住 那上面摔下来的同伴 第二层的两名军士 如法操作 直挺挺倒下 又被接住 如此轮换 每人都坐一回塔尖 将生死交给同伴 好一个假题工程 好一个拓展训练 众人精地说不出话来 将后背留给战友 这是信任的最高等级 也不知林三是怎么想出这办法的 简直是绝了 林兄弟 有你的 左丘欣喜地拍着林宛容肩膀 神色中满是敬佩 见笑见笑 小打小闹 林宛容嘻嘻哈哈 方才还正经地脸色 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哼 就会做怪 徐小姐哼了一声 转过头去 翘莲火热 眼瞼低垂 眸中泛起一股 难解的温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会齐 咱赫身 再试听